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讲记》 《学儿篇》第十三章 尤子曰 信尽于义 言可父也 恭敬于礼 言此路也 因不失其亲 亦可忠也 尤子曰 信尽于义 言可父也 这一章经文虽然不是孔子之言 但是尤子亲自孔子 有说到孔子之言 本是老师的意义而说的 尤子平常听孔子讲的 那么等于这个地方 他来复讲 讲孔子讲过的 《学儿篇》不离忠信等 无多本是古人的说法 但是方法不同 先解释自一 那么这一段是写入老人 给我们讲 《学儿篇》它主要宗旨 不离开忠信 写入老人都是根据古人的说法 但是方法有不同 但是方法有不同 下面先解释这个字的意思 静 信尽于义 这个静 接近 意思是以某件事差不多 差几分 就是接近的意思 比如桌上的毛巾 由门旁来就差不多 若由对岸来 就不是差不多了 信要与义融合 如何用法 言是体 信意是用 信 就是旁边一个人 一个言语的言 那么和解是信 言而有信 但是信要合乎义 信由什么而来 由言而来 这是我们说法 说如何办就如何办 不欺骗人 言为体 信为用 虽然信实 还必须合以义 合乎道理 义则 你也 对了的事情 办得正确 说出的言语正确 就照办 言而有信 就是我们 讲出来的话 或者答应人的事情 正确的 那我们一定要去照办 这样才言而有信 若不合义 办不办 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 不一定都是 合乎义理的 但是话讲出来了 那办不办呢 信中有义有不义 这个信当中 有合理跟不合理的 义中有信有不信 那么这个义当中 也有信 也有不信 但是 这 多由言而来 言就是讲话了 所以我们讲话呢 有合乎义的 有时候讲出来的话 或者答应人的事 有不合乎义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当中啊 有这个不同 无意汉学 唐代为中心点 情后不同 唐代以后起大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汉如 所讲 都必须有师承 必须依尔雅等书 有根记 若送如 此会起底 连智也自己改 查书上 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这段 写如老人讲啊 他来讲这个 伦理 依这个汉学 以唐代为中心点 唐朝这个时代为中心 前后不同 唐代以后起大变化 这是唐朝这个时代以后啊 那么注解这个轮椅啊 就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汉如 所讲必须有师承 必须依尔雅等书 所以汉如的注解 他有根记 若送如 就到了宋朝 这些大卢啊 此会起礼 那么他没有根据这个额养 他是 讲他的义礼 有的地方啊 连字也自己改了 原来那个经文的字也改了 去查这个古书 上面没有这个说法 都是送如以后啊 那么他自己 讲的 自送以后都是如此 自从宋朝以后啊 注解轮椅的啦 都是都是这样 没有根据 古时候啊 俄雅等等这些 相关的典籍 来注解 若为了求学 那修孔子之道就远了 如果要学道啊 那距离就很远 文里载道 文是记载道的 字有错解 道如何寄托 这个字都错了 那道要寄托在哪里呢 只为好说好听 这怎么成 这是为了自己啊 讲的比较好讲 说出来啊 大家听的比较好听 这怎么可以呢 以上啊 这是写如老人 那么他给我们讲的 分析的 这个讲义 父反父也 父这个就是反父 既然是信 为何反父无常 信呢 讲出来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还要反父呢 反父为来往的意义 这个父是来往的意思 如你们来听书 下课往返回家 过来过去 既然我们举出一个例子了 来听课 上课过来 下课回去 过来过去 这个就是父的意思 宋儒解释为例行 这个宋朝的大儒啊 解释父这个字啊 为例行 但是尔雅说文啊 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父当来往讲 忠永云顺直起两端 而用其中 可解释公乎一端章 也可以解释这一端 其信不必义 其义不必信 二则相合就好办 那么信也合乎义 义也合乎信 那两个相合啊 那就好办了 下面讲 讲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唯亦是从 讲信而无义 空空然 小人在 如借刀给人杀人 虽守信而无义 就是义端 答应刀要借人 答应刀要借人家 但是借给人家去杀人 这不合乎义啊 答应人家 那守信不守信呢 如果这样的情况 虽然守信 那没有义 那就是义端 信尽于义 信的本体作用 与义差不多 离不开 所以没有办事前 必须谨言慎行 儒家也借人 多说话 就是 话不要说太多 所以金人 三分其口 就是 少讲话 金人心 讲言 开会 哪有那么多话 言多必识 为证者 不必多言 话讲多了 必定会有 失误的 所以 这个 佛菩萨圣行 都是请我们 少说话 像我们念佛人 古大德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打得念头词 洗卤法身佛 现在贤疾 之前先发表证件 险上不对线 那有什么希望 那有什么希望呢 礼记说 安定词 有人以你说话 当时或许一时 想不开 可以考虑之后 再答应 如果答应错 而不害人 可以实行 如果答应的事情 会害人 就不可以 虽然答应 也不行 孔子说 可以 事道 会 可以 权 行权 唯有 圣人 可以 情巧方便 一般人 他 没有办法 行权 不懂得 情巧方便 圣人 可以 例如孔子欲杨复 的事情 孔子行权 孔子趁杨复不在家 前往拜杨复 呼吁了 欺 欺骗他 又说 无将事宜 也是欺 杨复牵他出来做官 然后 好了 我就 将要去做官 那实际上 没有 也是欺 但是 这次 旧 意之 所在 因为那些事情 不合 意 不合理 那么 这个是 行权 父 来往里 话说 错了 可斟酌 也可守信 也可守意 就是 持其两端 而用忠 两端 就两头了 信是一头 意是一头 这个时候 如果说错话 可来回想一想 来回想一想 来回想一想 就是 严可 父也 想好了 再采取行动 便不害事 那 看看这个 要采取信这一边 还是义这一边 如果说错话 采取义 那 就可以不守这个信 如果守这个信 不会害人 那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当中 就是佛法讲的 善巧方便 这个话讲出去 有时候后面 你要怎么去 收拾 处理善后 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恭敬于礼 愿此路也 礼是恭敬人 能然依利 如上解释 恭敬于礼 恭敬人是礼貌 礼貌是恭敬人 恭和礼也相近 不能离开 恭必须礼 不能过以不及 如今人行吉恭 实在是吉相而已 虽不能九十度 也需六十度 恰到好处 恭敬于礼貌 现在人吉恭 就是顶个头 这个是礼不足 不急 所以吉恭呢 你没有九十度 那也需要到六十度 不能脖子动一下 顶个头 这个就不急 要恰到好处 恭与礼 惜配合 若不如此 恭而无礼 则牢 如七十度 吉恭 到九十度 便牢苦了 若不吉 则太草率 恭敬不道 人家以为交慢 如果恭敬得太过 人以为残命 千夫所指 无病而死 恭能适中合理 则能远此路 远离此路 不受羞辱 所以恭要合乎礼 因不失其君 亦可终也 因不失其君 亦可终也 写如老人说 有两个意义 那么随便采取 哪个意义都不会害死 唐以前的注解 因同因 这个因素的因 跟分因的因 那么同一个字 亲戚与朋友不同 因为男女婚姻 为人伦根本 故诗经首篇 一经情婚二挂 都说夫妇为人伦的开始 今人啊 三年两季便结婚 三天两天就离婚 这现代人的确是这样的 九族 普通都说是从本身算起 及上下各世代 另有其他说法 父族母族 公敬父亲的父母 还必须公敬母亲的父母 所以台湾母舅最大 家中有事了 舅舅主持 见舅如建母 见到舅舅就像见到母亲一样 唐以前 注解 因子亲戚 由结婚而来 中国人结婚六礼出城 十分繁杂 因为婚姻是大事的缘故 今人 却有人主张一杯水煮意 若六礼中有茶叶 茶必不许离职 表示夫妇不可遗 天日 不管这样 这个夫妇 这个非常重要的 不可以随便去离婚改变 若门昧相当 并不是错 如念书人不以杀出则结婚 不是为了对方有钱 而是为了自同道合 所以 不失 可以为亲戚的条件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 传统讲 门当户对 自同道合 向来结合 那么这才是正确的 亦可终也 中 只历代中亲 如此定分 虽是外亲 与内亲差不多 都是九族 台湾有联宗 有同宗会 同姓联宗 另外 古来有关西的宗族 都可联宗 刘关张 桃园 结义 关张 赵马 房 为一家 以民族 主义的观点 说到极处 中国人 都是房地 子孙 大家都是同胞 姻亲 如此重要 母族 妻族 都有关系 同学若为婚子 须慎重 还没有结婚 要慎重 女子不必说 若男子修妻 这个男子 要把妻子 修掉了 要跟他离婚 人们都辞教他 在因果故事上 常见 该男子 因为修妻 该重疾的 而不能重疾 宋儒的说法 应依靠 忠 恭敬 若所依靠的人 不是仅止亲戚 若依靠 人不错 值也可以 恭敬 也可以跟他 交际 来往 好 今天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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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